各位朋友大家好 又来和大家聊天了 聊天嘛 随意一点 想聊什么聊什么 想起什么来说什么 其实想起什么来了呢 今天有人啊 在这微博上爱他我 圈我 圈我说什么呢 给我看一视频 那我一看我就乐了 什么视频呢 就前一段时间啊 我在我马场 请一帮朋友吃饭 吃什么呢 马场的农村地方 你说这山中走兽云中雁啊 弄龙虾来个鲍鱼 那地方也做不了啊 就做了 也好吃不了 你即便好吃了 也不配那个环境啊 与那环境不相配 所以到那儿呢 就吃点农家饭 炖个肉啊 炖个鸡啊 炒个青菜啊 也就那样 说好吃炖条鱼 所谓鸡鸭鱼肉 到那地方吃那个还可以 所以呢 我在那请客呢 大柴锅 红烧肉 再制一大柴锅 炖牛肉啊 弄了两大锅 再配点别的菜 就大家伙到那儿 氛围又合适 咱有现在人不是都说吗 吃饭关键于不再吃什么 关键在于跟谁吃啊 关键在于什么环境 所以大家伙到那地方了 也都不挑 朋友聚会 吃点这个也挺好 平常在家里还吃不上 大柴锅炖的吗 是吧 现在都家里边 谁还那么烟熏火燎的 还烧柴火呀 都是天然气了 天然气很方便 一点火就能做锅 就能开始炒菜 做菜炖肉 但是呢 现在可能 大家伙对这个天然气呀 煤气呀 做出来的饭呀 追求又高了 吃这也觉得 不如大柴锅炖出来的 肉的那个味道好吃 确实是这样 柴锅炖出来的肉 那味道确实是不一样 咱们平常老说 吃的就是那柴火味 确实 柴火炖出来的 确实跟那不一样 而且话说回来 中国人对柴火味 他本身就有感情 还甭中国人 咱现在说 不论中国人外国人 就这么说吧 人类5000年的饮食文化里边 在烧煤 烧煤气之前 人烧的都是柴呀 对吗 要怎么说 开门期间是 柴米油盐酱醋茶 这柴 排在这第一位 这最早咱们中国有一本书叫李济 李济月令里边 就写着呢 什么叫柴呀 人写着叫 大者可惜 未知心 小者何数 未知柴 怎么讲呢 就大块的啊 可以劈开的 那个叫做心 就叫心火相传 那个心 实际上 就大块的柴 叫心 小者何数 未知柴 小的 小树叉啊 小木棍啊 捡起来 从树上披下来 能够掐这么一捆 何数嘛 掐一捆 这个叫做柴 要不怎么说 那时候 说上山砍柴去 或者说上山打柴 打柴的侨夫 弄这么一扁的 前面一捆 后面一捆 都是那小树叉 砍下来的那个 你要是说上山砍心去 那就偷着拔树去了 那就是 没有说上山砍心去的 所以这是有区别的 南方北方也不一样 就拿中国来说啊 南方可能是树多 所以人家烧的 大部分就是木头 劈开了的 北方 树少 或者没有那么粗的树 比较稀少 那就在那个树上 劈点树叉啊 小柴花啊 小木棍啊 大成口回来烧 远不如那大木头金烧啊 那不金烧 那也行啊 真正柴紧张的地方 你再往北 那没有柴 那平原 树少 怎么办呢 那就烧玉米杆 俗称就叫棒街 有的就烧那麦街 麦街就更细了 麦子 把那碎掐下去 底下那杆没用了 河在那 秋天弄成一剁一剁的 柴花剁嘛 北方人都是家里有柴花剁 剁成一剁一剁的 到冬天烧那个 这一烧就烧一年 好几个柴花剁 不金烧 不如那木头金烧 您再往大西北 大西北里面那边 就基本上没什么树 草原 烧什么 人家那烧牛粪 烧马粪 牛粪马粪 那真能烧 那当然了 烧牛粪 味不味 您这真不是狠味 你说一点味也没有 那倒也不是 有单门的那么一股味道 这味道不像您说 现在咱们公公厕所 那把他厕纸点着了 那味不是那味 比那好闻多了 端门有这么一股牛粪 烧牛粪的味 不是很难闻 适应了就挺好 而且烧牛粪有好处 什么好处呢 牛粪热度高 您甜的那个火糖里边 它能坚持很长时间 而且呢 就是一热度高 它那个东西煮的就快 而且牛粪没有烟 你这挺好 它不生烟 对环境也好 也不熏人 不像咱这一点柴 烟熏火燎的 没有 而且牛粪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什么呢 你这大草原 养那么些牲口 那么些牛羊马 这那得拉多少份呢 你真正到烧的时候 晾干了 它马成一舵一舵的 这也能马 马起来一舵一舵的 烧那个 能够杀死里边的 那个牛粪里边的寄生虫 它是牛肚子里边的吗 那牲口的肚子里边 难免有寄生虫啊 烧这个 它能整个杀死里边的寄生虫 给草原啊 免得发生瘟疫 你瞧 这好处就大了 对环境啊 对气候啊 对各方面都有好处 其实农村烧街杆啊 烧麦杆啊 玉米杆啊 也有这个原因 那道理也是一样的 那街杆里边也有寄生虫 这一烧就都杀死了 就都干净了 而且呢 就这个 就所谓的 咱们说这个草木灰啊 啊 烧完了以后 这灰就没用了 有用 非常有用 本身这草木灰 它就干净啊 那过过火了 它首先是草木灰能止血 那现在止血 什么云南白药 各种各样止血药 有了 以前不见 没有这些药的时候 那时候老百姓你说手上划一口子 怎么办呢 就上柴枝灶里边找点的草木灰 往这口头上一抹 这草木灰的干呢 啊 血出来 及时的就止血了 还有用草木灰干嘛 这个腌的松花蛋 这得用那个松树的那个树叉烧完了 那那个灰包到松花蛋上一腌 出来以后 松花蛋腌得特别好 而且里边还有这个花 松花蛋吗 啊 松树烧出来的蛋里边出花 我是这么理解啊 腌着松花蛋 都有用 到最后就这点卖街烧完了以后 这个灰还田也是肥料 一点都不糟蹋 尤其是北方对这个柴呀 这个烧柴讲究 这也属于稀缺物资 那烧柴怎么讲的分寸掌握的好着呢 你说烙饼烧多粗的柴啊 你说蒸米饭烧多粗的柴炖炖肉添几根啊 到什么火候了该怎么撤 非常讲究 省极了到最后做完饭这灶里边不能有剩柴都得烧完了 也就是说这柴烧完了饭就做得了 不许浪费 哦那是我那时候回老家替人烧柴往这紧的劲填 这火越大越不鲜大 那家里人都得说啊 你这不行 太浪费了 你没有这么烧的啊 这直接添一根硬柴就能坚持一个多二十 到临最后这火不行了 添一板外接火一万人一开锅 就这就算熟了 不能浪费 你这也讲究 包括其他的讲究 烧柴非常非常讲究 清代文学家顾炎武 人说过一句话 人用火必取之木 而富有四十五行之变 这句话什么意思 前面这好理解啊 就是人要是用火呀 必须烧木头 必取之木嘛 人要用火必须烧木头 而富有四十五行之变 四十是什么 四十就是春夏秋冬 五行呢 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 您说烧个火 还这么讲究 还春夏秋冬 金木水火土 哎 真有这样的 这说句白话啊 这也很好理解 这句话什么意思 就是做什么饭 您烧什么柴都有讲究 您比如说米饭 米饭 我做个米饭 烧什么柴 什么柴都能给做熟了 是 烧什么柴好 做米饭烧什么柴好啊 烧麦碎 你本身麦碎麦子 就是萧可润喉的 咱到饭店 现在都讲究 您喝点什么茶 来壶大麦茶吧 大麦茶 萧可润喉 麦子就有这么好处 所以说您做米饭 中医讲究啊 您就烧麦碎 做出来那米饭 萧可润喉 能有这作用 也用松木做米饭 这有什么 中医讲究 做米饭 烧松木啊 撞筋骨 嗯 松木本身 这中医讲究 异形不行吗 松木 您想他那个骨架呀 所谓风骨嘛 松树就那么壮实 撞筋骨 炖鸭子 炖鸭子用什么 炖鸭子用桑木 桑木怎么呢 桑木就解毒 就他炖出鸭子来解毒 人说这都搁着一大铁锅呢 能解毒 你看就这么神奇 是吧 您这还不能不信 中国的这些东西啊 有很多东西都是 有时候解释不了 但是还真有效果 所以说传下来的嘛 炖鸭子用桑木解毒 烤鸭子不炖了 拿火烤 这大家都知道 果木 果木烤出来的鸭子 有那果木香味 您现在甭管上全聚德啊 便宜坊啊 到那儿 这叫好的烤鸭子 那都是用果木烤出来的 这熏肉用什么 熏肉就用松柏的树汁 那香啊 烤出来的那种柏树的那种香味 能沁的肉里边沁 那时候有个 你说哪街口 那胡同里头有一个自己开的烤肉店啊 那门口肯定堆着松柏汁 拿这个烤肉 一烤出来全胡同都是香的 所有这个胡同里孩子都围在那儿去 都看着 也不单是看着烧火 看着烤肉 啊 看着馋 不是那个人家有的时候那大方的啊 烤出来那个肉啊 这摆的漂漂亮亮 像有时候烤的真熟了以后 他那个碎呀 有的那真正喜欢孩子的 拿小偷拉一块去去吃去吧 哎呦还还给人给孩子啊 小孩围在那儿也都期待着这个 那给一块 尤其刚烤出来的多香啊 啊都滴的油 拿在手里还烫 搁在嘴里也烫 还不敢掉地 也舍不得呀 啊 这谁要掉地 能挨顿达 围着那儿等着这个 那时候是这么一个感觉 看着就香 这熏肉用松柏汁 煮茶 啊 有的茶也需要煮啊 现在弄个电磁炉啊 啊 弄个什么就煮茶了 你以前煮茶用什么 煮茶 这用碳火 碳 他时间长 就把那 木头啊 先得烧 烧成碳 操作过程 这很早就有 作为伐心烧碳 南山中吗 那时候就烧这个碳 用碳火 煮茶 所以我煎药 煎药用什么呀 煎药用芦苇 或者用竹子 这种东西煎药 有好处 有什么好处啊 这东西 这个不禁烧 它容易掌握火候 你要吗 那煎药 这火候很重要啊 多一把少一把的 这容易掌握火候 就烧烤 烧烤就得用碳了 就跟煮茶差不多 但是他呢 这东西碳有一好处 碳是不起明火 不能直接烧这肉 得拿那热气 把这肉熏熟了啊 所以烧烤 用碳火是最好的 您看现在烤羊肉串的啊 那摊子上 只要那碳一起火 赶紧就得扇下去 或者拿水给它泼下去 这都有讲究 不单是烧火 用什么柴 讲究 这批柴 也有讲究 当然了 我说那外国 刚才咱说那个 弄一大木盾子 抡起来 大斧子 劈了啪啦 咔咔的砍 那外国人不讲这个 只有中国人 才对这有讲究 批柴 批柴不能那么批 那多费劲啊 本身这大斧子就挺长 上面那斧头 那头那大铁筷子 你整个抡起来 你现在健身房 也没有这么累啊 对吗 这中国人批柴 大木头 怎么批啊 放倒了 放倒了 这脚踩着 拿这斧头啊 批那头 批完了 这斧子一憋 就开了 这批柴都这么批 第一个省劲 第二个呢 柴火那个棍儿不飞 您那好抡起来 批了啪啦 一砍那整个到处飞 这伤人 您还真别说 真伤人 远了不说 我旁边就有一个 真正被这批木头 就伤了的 谁啊 我母亲 我妈 我妈到现在 这个眼睛视力很少很少的 啊 就为什么 就是小时候批柴伤了 一夸一批 一个木头棍 崩到眼睛里去了 小孩那 尤其是我母亲那个年龄 他小时候的医疗条件呀 家里也穷 各方面都赶一块了 也没来得及这个怎么治 没有这个条件 到最后越来 这个势力就越下降 到年老了 这个眼睛几乎就失明了 真让柴火给伤了 就批柴伤的 所以这不得不讲究 这刚说完柴 咱们再说炭 那是用柴来烧完的烧的炭 就用炭也讲究 而且比柴还讲究 没钱的人 就烧柴 那真正有钱的 这取暖的时候 几乎都烧炭 炭它没有烟 所以呢 真正有钱的人家里头 屋里头取暖的 烧炭盆 那盆里头 搁着炭 炭火出来 取暖 有的再讲究点 冬天被窝里头 炭炉 守炉 您看那个清宫戏 有时候那皇上 妃子 冬天抱着守炉 那里边也是炭 再往后就不烧炭了 就烧煤了 煤烧煤球 老百姓家里都烧煤球 我小时候还赶上了 烧煤球 那时候烧煤球也挺苦的 这个去煤厂里买那煤墨子 拉回来 一车一车的 倒在院里头 光烧煤墨子还浪费啊 还得配上黄土 里边掺上黄土 有比例的多少斤煤 掺多少斤土 掺完了以后 拿铁锹倒水 给活成泥 活完了摊的地下 拿铲子在那划 划成鸽 等晾干了以后 把它起下来 都是一块一块的 小方块 烧那个 这是自己家做 煤厂里有的 那摇煤球 专门有那机器 没有机器之前 那就是人工 摇煤球 弄成圆的那煤球 那确实是金烧 煤肯定比柴金烧啊 而且体积也小 热量也大 但是它唯独一个 没有柴方便 它又得摇煤球 又得坐这 弄那个 这柴呢 你直接弄根木棍 扔进去就着了 而且还有一个 这个柴呀 咱有话说回来了 这个柴 在咱们中国呀 还有一层意思 这中国人讲的谐音 咱们头几期 一直就说 这中国人历来讲的谐音 图个吉利 这个柴代表财 给你个柴 他就给你个财 这么个意思 以前那个穷人们 这日子过不去了 找这个有钱人借点钱 到最后还不上 到年根底下 人得追账啊 这就这么个习惯 年根底下来 你得把钱还给我 所以年根底下是 穷人比较难过呀 这是一关 就说的是这追账 怎么办呢 哎到大年初一 这穷人 给这富人借钱的 这种拜年去 拜年干嘛呀 也没钱呀 买不了东西呀 自个上山 砍一捆柴 给人家送去 大年初一 听到敲门 哎给您送柴来了 就就送财来了 这图个吉利 那位一开门 和大早上起来 大年初一 就有人给自己送财 这么好的寓意 你说再见着了 再要账 再横威立幕的 这不像话呀 尤其过节 举拳胆打笑脸人 啊 这一哈尔就过去了 到现在 就是烧柴的就少了 啊 这农村呢 可能就我们专门 为了吃这个柴锅 这炖肉 我们烧烧柴 也都不让烧了 也都没有这精力 也没有人愿意 费这心 受这累了 只有丹门想吃的时候 才做这么一回 这没关系啊 如果您愿意吃这口 您不妨找地方 自个儿拿柴锅炖灰肉 您尝尝 是不是这么个味 绝对跟那个天然气炖出来的肉 是两个味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